大家好,欢迎来到小谷电影解说,在影片开始前,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,不要忘了订阅频道,开启小铃铛,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哦。 于达素Sky是一个生于富裕之家的青年,母亲乃商界有名的女强人,既富裕在中国大陆香港财经界有着一定地位,但是财傲物不可一世的Sky,并没有受父母的影响经商或从政,反而驾着他心爱的座驾,拥有全时四轮驱动,高性能的EVO,V跑车,急走于香港闹市间试图闯出自己的世界,创造出大都市中的急速传说。 尽管Sky目空一切,极难相处但围绕身边者不乏其人,因Sky不但灰金如土,还有出神入化的飙车决议,吸引着一群喜爱追求速度与激情之年轻人跟随,当中有以在Sky车房工作室的趴德雄和谢贤为罪,趴德雄生性憨直,梦想是在赛车场上要舞扬威,而谢贤则贪财爱玩二人虽目的不同,却皆是Sky为偶像。 但在Sky的眼中,除了爱车EVO,V和她美艳的台湾女友林玉希凯里,其余的人包括生母和继父也全部放在眼内,有一天一直对Sky所作所为极其不满的。 桑技循至而至,要和Sky在速度上一决胜负Sky谈笑接战,终于展开了一场公路上的摩托车竞速大赛。 结果Sky胜出Sky打断了对方的腿骨,作为赌注却因此惹祸上身,桑技的兄长是江湖上鼎鼎有名的邓锋。 邓锋出狱后得知胞弟桑技被Sky打断腿骨,开始了复仇计划改写了Sky的一声。 Sky和邓锋对决时发生意外导致凯莉身亡,而且还被邓锋暗中放下毒品故此Sky被警方拘捕。 Sky被保释之后得知他的生父黑鬼东身处泰国,于是赶赴曼谷展开寻赴之旅。 Sky终于在巴迪亚找到黑鬼东,原来黑鬼东曾经与邓锋飙车,后来黑鬼东被邓锋的手下利诱到澳门鬼混,而导致他与Sky的母亲离婚。 最后黑鬼东输了比赛被打断腿骨,从此隐居于泰国令组家庭。 Sky在接受技术磨练时,帕的熊的包妹梁子Nancy找到Sky。 她告诉Sky表示邓锋跟帕弟熊约战,帕弟熊一心然答应于是Sky与梁子一同返回香港,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 因为帕的熊和邓锋的对决提早了,帕弟熊一在对决中不幸身亡。 Sky决定再度与邓锋对决在Sky经过技术的磨练,以及EVOV经过帕的熊的徒弟改装后。 他到终点时抛离邓锋大仇得爆比赛过后,他就把EVOV烧了退隐江湖。 如果想观看更多视频的话,请订阅此频道。